小月 你站在这里干嘛 进去呀 陈大哥 这是哪里呀 这个是我小姨家 我小姨让我今天带你过来吃饭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 我好歹买点什么礼物啊 没事的 小月 我给我小姨准备了礼物的 那你也应该跟我讲一下嘛 我第一次来我买点水果什么的 你小姨本来就不喜欢我 我现在空着手来她更不喜欢我了 没事小月 我不是给小姨准备了礼物吗 你拿着 待会就说是你送给我小姨的 快 进去 走前面 小姨 小月 你们来了 你不是让我带小月过来吃饭吗 我帮她带过来了 小姨 这个是送给你的 不知你喜不喜好 小月 你太客气了 谢谢 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 赶快 先来坐 小姨 你不让我进去坐吗 你还需要我叫吗 自己进来吧 小月 来这里坐一下 小月 你先坐一下 饭忙就好了 一会就吃饭了 那小姨我去帮忙 不用不用 你坐这休息 有人在坐 小姨 现在你眼里都是小月 都没有我了 你来这还要我管你啊 你自己吃点东西 看看电视 小姨 那有人在做饭 你坐这儿和小月聊聊天呗 小月还担心你不喜欢她呢 怎么会不喜欢呢 之前是因为不了解 后来你都跟我讲了那么多小月的事情 小月确实是一个又优秀又善良的姑娘 怎么会不喜欢呢 小月 现在你不用担心 我小姨不喜欢你了吧 哈哈 你选择跟小月在一起 你就好好睡人家了 以后要是你欺负她 我可以要收拾 好 没问题 那如果小月欺负我呢 那肯定是你的问题啊 小月那么善良 怎么会欺负你呢 哈哈 哈哈 小月 以后如果好好给你不打 这个小月 小月 谁给你打电话呀 那你去接电话嘛 小姨 今天谢谢你 我去看看今天我们做的什么好吃的 我去看一下 小月 怎么了 那我们先去吃饭 走 小姨 我还有点事情 我就和小月先走了 小月 吃饱没有 小月 你拿着嘛 那小姨 我们就先走了 好的 那你有没有带小月到家里来玩 好 那拜拜 小姨 走 小月 走 小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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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